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聚宝阁频道 我是阿伦 今天这支影片是先前介绍过的 帕路球雷姆vs放逐多龙牌组的实战对局解说 还没看过这两套牌组介绍的 可以点右上角的资讯卡先去观看哦 那么对局开始 帕路方先攻 多龙方后攻 起战分别是球雷姆和蛇文雄 帕路方手填水能和腰带后 先击球抓帕路奇亚下训练场地 然后换人 多龙这边打出阿克罗马 放逐掉一张运营娃娃和气球 下多龙后水晶拿超能 先击球丢超能拿花疗环环 回收网收蛇文雄 花疗环环特性放逐一张气球 放逐吸尘器 再放一张手牌 顺便吹掉对手的腰带 后手成功累积四张放逐 用对手的训练场地拿回基本超能 高级球抓出蛊猿鸟 恐怖超能量贴给多龙 换上蛊猿鸟后打110点 这里后手有成功的放逐四张 是非常顺利的起手 到球雷姆这边 进化后发动美容甜人抽三 再手填一张气绝蛊猿鸟 多龙这边花疗环环再放逐一张 吊钢回收蛊猿鸟和退化对手的诅咒娃娃 回收网拿回花疗环环训练场地 拿能量填给多龙 拔能车退 再次换上花疗环环 终于翻到了阿克罗马 再看五张拿三张 又回收网一次 离动神换上花疗环环 再次放逐 可惜拼不到古月鸟 原本这回合 是打算全力拼出古月鸟 再打球雷姆一拳110点 然后下回合进化出退化的诅咒娃娃 直接弃绝对手 但最后失败了 而且我还打出一手非常重要的牌 就是这里手上有勾魂眼应该先打出来的 才能防止下回合对手不用老大 只要离动神就能抓我的多龙出来打 到球雷姆方果然进化完帕路后 珠贝直接抓离动神和球雷姆V 狠狠地把多龙拉上来打下去 多龙这边再开一张阿克罗马 重新下出多龙月鸟娃娃和上回合早该下的勾魂眼 训练场拿超能填多龙后结束回合 这里帕路方打出压制力 高级球抓鱼抓老大 再次拉出多龙 接上帕路Vista填能 让球雷姆再打一拳 弃绝多龙 轮到多龙方 再次阿克罗马抽率 把放逐区堆超过十张 然后进化诅咒娃娃 特性退化球雷姆 再用勾魂眼点伤弃绝冰龙 正常来说这个combo应该是上回合多龙打130给球雷姆 让他受伤超过220点 这回合直接退化拿两奖 再打一只后台130 下回合再用勾魂眼点伤收尾 但前面的失误导致之后一连串的场面崩盘 只能赌对手没能量 做不出两人帕路了 但帕路方手上已经扣好美龙 直接手填美龙 拿完最后一奖 成功收下比赛啦 整体来说这个对局体现出球雷姆帕路方的压制力 走Turbo轴的好处让老大 移动神交错系各种换回手段 都能逼出对手备战区宝可梦 而且要爆发有球雷姆 要停能有帕路 这个非常稳定且强力的系统 放逐多龙这边则是一套很难的牌 要精确计算伤害外 除了当下回合要做的事 也必须规划好之后一到两回合的场面 否则就会像我这场的情况 一步错不步错 一路电梯向下直到崩盘 那么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订阅按赞 并且开启小铃铛 有任何问题或建议 可以在留言区留言 或者加入聚宝格LINE社群 直接和我讨论哦 另外别忘了上聚宝格2.0网站看看 我们下部影片见 大家拜拜